有请严部长 有请部长就被寻台 服务委员好 部长辛苦了 我想直接切入主题 今天部长被问到口罩的问题问了很多 我刚才在未还委员会 咨询卫福部次长 他给我的答案是 只要需求单位 尤其是公部门的单位 提出需求 他们会尽量满足 所以我要问的问题是 原来是一万七千片 经过这几天 大家一起为国军基层官兵说话 现在增到四万七千五百片 但是国防部的规划 还是那室内 我想我们看一看 这个室内是够还是不够 听听基层的声音 我不晓得 政战部门或者军医部门 有没有去看这个 靠北长官的网站 上面有很多声音 有后备指挥部的官兵 投上去的 也有军医提上去的 虽然未必都是百分之一百真实 我建议部长要找人去看一看 看一看去了解一下 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符合基层的需求 从这里看 只要国防部提出需求 刚才部长的回答 198万片战备存量 你也只够十天 如果我们再回到下一个问题 现在航母舰队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了 现在的亚太地区战力行程真空 四艘确诊 三艘执勤 三艘在税修当中 很简单从专业立场请教部长 为什么第一艘罗斯福号 不敢第一时间 把三千五千人下到关岛 因为需要准备时间 两三千人的隔离病房 这些设施 美国这么强的国力都做不到 他需要时间 第二个建上保留三分之一的人 他也需要时间去做调配 所以我知道国防部很辛苦 现在做了相当多的应变措施 超前部署 是不是够具体 我想新北市的市长 都已经做了封城演练的兵棋推演 今天媒体的报道 我上个礼拜国事论坛 提醒行政院跟国防部 如果一旦动用军队 相关法员依据指挥体系 预算经费 还有SOP等等 我希望你们去参考一下 要做这样子的超前部署 所以我建议部长 有关口罩的时候 需求是不是可以向 防疫指挥中心提出逐额的需要 让国军官兵免于匮乏 其实部长简短回答 谢谢委员的指教跟关心 我想口罩现在量都有增加 都有增产 所以我们现在除了这四类人员之外 我们一定会再做检讨 怎么样去扩及扩充 这四类以外人员的一个需求 那目前各位委员报道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现有的存量来满足 现在先决定当庭委员 但是我们会尽快委员也跟卫福部也执行过了 相关的官员都同意 所以我们下去之后马上会做检讨 然后提出我们的需求 是我建议部长 因为现在我们从卫福部提供的数据 它一天1500万片的量能 现在邮局库存还有4000多万片 那外科手术的还有2100多万片 所以现在又有原外的能量 产量应该是没有问题 我建议国防部为了照顾基层 看一看靠北长官里面那些基层 衣冠官兵的戳法 主动提出来你的战备存量 让每一个官兵 因为你现在新训都延后一半的人 会影响他们的人生规划 出国留学了 或者要不要去就业 所以这个显然是有不足 我建议从这几个角度 国防部尽快处理 第二个就是航母这件事 现有的规划 我相信部长回答很多次 做了相当有的程度的规划 够不够 我举一个例子 我也建议部长做个兵级推演 假定湖口基地有一个旅 有感染 你这一个旅的冰色是不够隔离的 你要两到三个以上的营区才够做隔离 否则怎么签隔 那这个量能够不够 都不是一句话 我做好计划就做得到 我想部长我们都是老同事了 要很务实很具体做个兵级推演 做不做得到 否则与美军这么强大的战力跟国力 都要拖一个礼拜才能让罗斯福号官兵下船 我建议做更具体细致的规划 谢谢我们再做检视 好谢谢我们吴世怀吴委员 来部长跟各位官员请回